大家好 我是阿倫 打假和假 然後就在今天 台灣發生了非常多的大事 今天最大的事情 也就是昨天啊 絕青本來已經爽到天堂去 台灣又大大突破了 就好像之前 台灣捐給這個歐洲 歐盟的口罩 這個歐盟的代表 還感謝台灣 當時非常多人就怎麼樣 哇 太棒了 台灣被世界看到了 結果就在昨天本來也是怎麼樣 台灣被世界看到了 到底是什麼新聞 也就是蓋亞納 在昨天本來要設這個台灣辦公室 那這則新聞就寫 蔡同學感謝外交人員的努力 那內文就寫 我們這個台灣當局就宣布 我們與這個南美洲的國家蓋亞納 設立台灣辦公室 這也是繼去年非洲索馬利蘭之後 第二個以台灣名義的辦事處 蔡同學強調 雖然過去啊 我們沒有官方的往來 但在外交人員努力下 台灣辦公室已經運作 這代表台灣願意和世界交朋友啊 更會擴大和民主盟友的合作關係啊 哇 各位講的怎麼樣 哇 都快流眼淚了 哇 外交大突破了 你看還敢講索馬利蘭 韓國人之間我們就跟大家輕輕鬆鬆的講 索馬利蘭跟索馬利亞 是非常怎麼樣 敵對的 是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關係 那當時索馬利蘭也是世界上 也是不太被承認的一個國家 蔡同學他們跟他們設了這個 辦公室 然後也是在那怎麼樣 哇 歡天喜地啊 然後瘋狂的宣傳大內宣 說我們外交大突破啊 但是你仔細看看這些國家 我們也不要批評別人啦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如果以絕親的標準 當時跟我們斷交的那些小國來說 絕親不是都覺得 他們都是鼻屎大嗎 然後跟他們邦交 我們絕親不是都說要花很多我們的錢嗎 不如把那個錢 省給小朋友吃營養午餐嗎 請問一下今天跟蓋亞娜 設立了台灣辦公室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又更多小朋友 少吃了營養午餐呢 所以我昨天看絕親很爽的時候 我真的一頭蓮霧水 所以啊 就在我一頭蓮霧水之下 然後蔡同學啊 民進黨全力瘋狂的非常爽之下 今天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好笑 然後重重打臉的新聞 也就是生變啦 蓋亞娜宣布信守一中政策 終止台灣辦公室協議 我該說什麼各位朋友 蔡同學 你們昨天不是已經說 這是台灣外交的大大突破了嗎 在韓國人講這篇新聞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蓋亞娜 因為很多人也第一次聽過這個國家的名稱啊 那蓋亞娜的全名叫 蓋亞娜合作共和國 那他也是在哪裡 南美洲的北部啊 是這個南美洲唯一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 也是大英國協的成員國啊 東陵 這個蘇利南 南陵巴西 西陵 委內瑞拉 北陵大西洋 其實委內瑞拉一再聲稱 說蓋亞娜裡面的一些土地啊 屬於他們的吧 那蓋亞娜雖地處這個南美洲啊 唯一南美洲的國家聯盟的成員國啊 但傳統上 及歷史與加勒比海 諸島的關係啊 較為密切啊 那蓋亞娜也比台灣大啊 總面積大概21萬多平方公里啊 那人口只有77萬多 那keep point 來了 蓋亞娜他自治後啊 一直由這個什麼 人民全國大會和人民進步黨啊 輪流執政 就可能就跟台灣 就是國民黨啊 或者民進黨 有一點類似啊 但是1980年通過的 蓋亞娜合作共和國憲法 規定啊 蓋亞娜是一個 正在從資本主義 向社會主義 過度不可分割 世俗的民主的主權國家 因被稱作蓋亞娜合作共和國 那蓋亞娜6年前啊 因為發現油田啊 從一個窮國啊 一夕翻身啊 那他的首都市喬治城 就像韓國人剛剛跟大家講的 人口大約78萬 那他裡面啊 主要有這個豐富的原油跟黃金 還有鋁土還有鑽石 各是稀有的金屬 礦場及陵木資源啊 所以其實蓋亞娜來說 他是也是非常多的大國 都希望交朋友的一個國家 因為他的資源多嘛 你們只要知道一個資源多的地方 尤其是在天然資源的部分 那非常多國家都會怎麼樣 很希望拉攏啊 這個是很正常的嘛 那Keypoint來了 蓋亞娜在1972年6月27 正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兩國此後有經貿和文化上的盟 所以今天蓋亞娜 他是本來就是跟這個對岸 他們是建交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當時所謂的蔡同學們 說要設立台灣辦公室最大的原因 新聞當時就有寫嘛 這個台灣辦公室1月設蓋亞娜 蓬佩奧先訪蓋 先中國大陸的Gate 所以各位蓬佩奧已經怎麼樣 之前已經有去過蓋亞娜 這是當時輪媒的新聞 去年9月川普政府的蓬佩奧 是美國史上第一位 問蓋亞娜的國務卿 所以各位 今天蓋亞娜 跟台灣設立所謂台灣辦公室 跟之前蔡政府 幫這個川普 當這個馬前卒當打手 其實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韓國人就告訴各位 這一群賊們啊 在做什麼事情啊 也就是這樣啊 請問一下各位朋友 台灣今天跟蓋亞娜搞台灣辦公室 你們覺得要不要花錢 我們要不要進貢給蓋亞娜一些 當然要啊 所以照絕青的講法來說 那不是很多小朋友就像韓國人 剛剛前面講的 不用吃營養午餐了嗎 對不對 現在又OK了 所以你看嘛 是雙標嘛 但是就像韓國人剛剛前面講的 蓋亞娜本身跟中國大陸 就是建交的關係 那今天是因為 在之前蓬佩奧 因為去過蓋亞娜 可能美方的施壓 蓋亞娜才怎麼樣 跟台灣接觸 台灣才怎麼樣 跟他討論 可能有捐了一些 這個秘密外交的經費 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就要由蔡政府自己好好解釋 你怎麼樣去蓋一個台灣辦公室 你到底花了多少錢 所以啊 當時蓋亞娜設台灣辦公室 這個美國啊 讚賞促進共同繁榮安全嗎 就在今天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國際的現實 兩岸的實力懸殊 今天就重重的 打臉了蔡政府 以及打臉這些活在RQ世界的絕情 所以你今天會看到新聞怎麼樣 尤其綠媒 一直大量的怎麼樣 一直要釋放一個消息 就是中國在出打壓澳部啊 外交部宣布設台灣辦公室不到一天 蓋亞娜就急喊卡 哇 又要搞一波啊 這個大陸欺負我們 但是絕情們先等等 請問一下中國大陸有拿著槍 或拿著飛彈 對著蓋亞娜說我要把你轟掉 你如果跟台灣設立台灣辦公室的話 為什麼今天隔了一天 才剛宣布馬上人家就取消 就跟韓國人講的大架構都是有關的 為什麼我叫絕情們 拜託請看看現實層面 不要再幻想世界 你再怎麼罵蓋亞娜都沒有用 因為你的拳頭就是 什麼 那你拳頭就是什麼 然後你整天只會罵中國大陸 你拳頭會變大嗎 完全不會 然後你今天你看到一堆綠媒在那 哇 這個中國大陸 你看有一則新聞寫的才好笑 你看蓋亞娜辦公室事件 這個賴清德就說啊 這個是重重打臉了對岸領導人一巴掌 然後他內文就寫啊 因為遭中國施壓而告中的這個 台灣辦公室啊 對於之前啊 這個中國大陸的主席啊 才承諾啊 中國不會 帶強凌諾啊 如今卻發生蓋亞娜事件啊 這個賴清德受訪指出啊 剛好重重打臉了 對岸領導人 我聽了我真的快笑死了 人家一直是把我們當 他們的領土 各位朋友 你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到這個 現實的根本啊 今天中國大陸 從來沒有把你當國際的一份子 好不好 你今天如果一直 拘泥在民進黨設立 好像讓你幻想我們可以進入到 國際的一份子的這種錯覺 除非怎麼樣才可以達成那個所謂的錯覺 不要變錯覺變真實 就是韓國人今天已經講了 你要比中國大陸強嘛 就這麼簡單嘛 要不然蓋亞娜 為什麼要選中國大陸 不選我們呢 我們也不會說 不給這個蓋亞娜 少多少錢啊 對不對 要給錢 反正蔡政府都是給人民的錢啊 對不對 蓋亞娜要多少一定都給他 但是今天到底為什麼 也就是韓國人講的嘛 中國大陸強大了 這就是國際的現實嘛 而且尤其他對於蓋亞娜的關係 韓國人你剛剛跟大家講 是邦交的關係嘛 所以今天很明顯就是 蓋亞娜受到美國的壓迫 所以跟台灣接觸 然後台灣在搞這個台灣辦公室 然後在大內宣告訴人民 我們的外交大突破 但最後蓋亞娜卻選擇了 聽中國大陸的話 那請問一下各位朋友 美國不是跟我們非常友好嗎 美國不是世界最大的power嗎 那為什麼蓋亞娜今天不是聽美國話 所以我就說嘛 各位朋友 你今天你一直撐著美國 你一直挺著美國 一直當他的 這個看門狗的美國 他有真正的要幫台灣嗎 還是他只想要用一個 最小的投資 得到最大的利益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就是美國嘛 韓國人就說今天如果美國 承認台灣是個台灣國好了 早就可以做啦 為什麼到現在不做 就是他還是在迂迴在於 要大陸的利益嘛 就像好比 川普在他選舉之前 在那搞的中美貿易大戰 都是一樣嘛 他要的就是中國的利益嘛 那你今天他要不到 或者他要的到也好都不重要 重要是中國大陸 絕對的誘因是比台灣高一千萬倍 所以蓋亞娜可以一天就巨變了 而且超諷刺的是蔡同學 當下當時蓋亞娜 要設台灣辦公室 結果還PO文 結果現在尷尬了 PO慶祝文啦 結果後來自己刪掉了 然後今天又PO了什麼 哇在中國政府打壓下 蓋亞娜政府片面終止了 與我們的協議對峙 我們深感遺憾 也對中國政府的行徑表達 抗議與譴責 你抗議跟譴責有什麼了用啊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好騙耶 蔡同學這樣告訴你們 你們就相信 蔡同學告訴你們 你們就同仇敵愷 然後又繼續怎麼樣 反中又加滿 然後台灣價值又加滿 又要繼續活在幻想世界 又要幻想台灣哪一天可以走出國際 你不要再放屁了 你不可能走出國際 你今天沒有打贏中國大陸 你今天經濟體沒超過中國大陸 你都別講去國際 韓國人就講這個 不要玻璃心都碎了 這就是事實嘛 連個蓋亞娜 我們都沒辦法 Hold住了 那我們還可以Hold住什麼 歐洲跟中國大陸投資協定 還有這個亞洲這裡的RCEP 全部沒有台灣 接下來CPTPP 中國大陸也表態要參加了 還要繼續被蔡政府騙嗎 這一次為什麼蓋亞娜 會願意聽中國大陸的話 也有綠媒他推判 他的新聞標題就寫 大陸疫苗 摧毀蓋亞娜的台灣辦公室 然後外交部這個AIT聯手啊 不敵兩萬劑現貨 然後內文就寫啊 蓋亞娜外交這個 既國際合作部發出聲明強調 一個中國政策以及大陸邦交不變 與台灣因溝通失誤而終止 而同一時間 蓋國外長也發布新聞稿 宣布感謝大陸對蓋亞娜 捐贈兩萬劑的COVID-19的疫苗 所以各位 依照新聞講 好像是因為大陸要確定 給他們兩萬劑COVID-19的疫苗 但是各位我不太相信 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還是認定今天蓋亞娜 是因為美方之前蓬佩奧 因為他去了這個蓋國 所以多多少少當時有失了一些壓力 因為當然嘛 韓國人已經講過了嘛 如果台灣要幫川普他們做事 很簡單 就是川普他們要幫蔡同學們 至少做個大內宣 讓台灣人覺得蔡同學好棒棒 所以台灣人才會一致信任任何的 有關比較接近他們立場的話語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嘛 所以啊如果照這個新聞講 台灣也太悲哀了吧 連兩萬劑的疫苗 還聯手AIT等於 聯手美國都還打不過中國大陸 那你覺得台灣未來要怎麼辦 那美國為什麼不直接捐個十萬劑看看呢 韓國人就講 誰真的會餵台灣啊 餵個屁啊 台灣現在只有唯一的牌 你可以不用唱衰 就是兩岸和平啊 那你要怎麼辦 你就閉嘴就好了 不要再講一堆虛無飄渺的民主 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民主 沒有一個國家是真正的自由 只要有法律有秩序就沒有真正的自由 不要再把這些虛幻科幻的東西拿來當作你 去攻擊別人的武器 這樣你看大陸早就看破我們手腳 所以到了今天 連個蓋亞娜就像韓國人前面講的 你都沒辦法守住了 你只能自願自愛譴責中國大陸 那你們還會什麼 我完全看不到蔡同學們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能讓台灣獲得外交的勝利 要讓台灣進入到國際 我完全看不到 我只看得到一群在說謊 一群在騙人 一群在安慰台灣人 一群在告訴台灣人說 只要唱衰的就是怎麼樣 就是跟我們敵對 我們就要一起鬥倒他 就像鬥韓國人一樣 就像鬥跟他們意見想法都不一樣的 這些可惡的人 你們要繼續幫他們背書嗎 那你自己也是混蛋結束 我也是剛才看不到